2022年圣保罗Parisapolis贫民窟迎来了101岁生日 为了庆祝这个日子 9月12日贫民窟推出消除饥饿活动 当天上午10点 圣保罗州州长Rodrigo Garcia抽出宝贵的时间 前往贫民窟表示祝贺 并与贫民窟负责人一起 切开了25公斤的生日大蛋糕 在数十位邀请的尊贵嘉宾中 有一位华人之黄秀丽 受到了特别的礼遇 只因为他不仅见证了贫民窟的变迁 他还是29年前第一个 走进贫民窟慈善捐赠的华人 做一次善是容易 做一生善是难 29年来 知黄秀丽从未间断过来此捐助 今天 当他看到29年前破烂荒凉 肮脏丑陋的贫民窟 变成了眼前秩序井然 充满活力的社区 他的眼睛湿润了 今天 他仍然像往常一样 又捐赠了1000份食品栏 这已是今年第三次捐赠了 也许 对这个有12万居民的贫民窟 他的奉献是微薄的 但是他与贫民窟负责人的共同理念 在这里得到了推广和发扬 那就是 除了坚持定期向贫困家庭提供食品 帮他们度过暂时的饥饿外 更重要的是 要为他们提供教育就业的机会 培养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技能 从根本上帮助他们自力更生 脱贫致富 于是 各种缝纫班 厨艺班 电脑班 美发修甲班 陆续在这里开课了 年复一年 培养了无数穷则思辨的人们 如今 他们当中有正在为贫民窟服务的各部门负责人 其中 还涌现出一位创造了一年投送快递过百万件记录的团队 总之 贫民窟充满了美好向上的前景 正因为他们取得了主目的成绩 而受到联合国的关注和重视 在贫民窟负责人Dilson Rodriguez访问美国期间 还被纽约股市交易所邀请去敲响开市的金锤 而三天之后的9月15日 他将再次启程前往美国 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会见 而这些年来伴随着贫民窟的变迁和成长 时常可以看到一位华人的身影 很多人对贫民区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觉得贫民区就是很乱 然后里面很复杂 但是在我接触的贫民区 里面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努力工作的 他们早出晚归 只是希望能够为家里带来一点安定的生活 粮食 现在这个Dilson有很多项目 来帮助这个贫民区的发展 是很好的事情 当然食物的捐赠还是需要 但是最主要要帮助他们怎么自力更生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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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everything,来带克兹补工具, 带克兹补工具, 带克兹��到普通决钹活脏 Gust hein当年轻点 明显风管啲工作 binnen 2018年年,我们之cco Olympus ! 我们可以称还有的 原因izen, wäre我们的 刚才我们也是的 我们要一种风险 南彼 decade rare 我从家没有人敏的 地方 但是梦里沂洛 奥巴 Baiano router我们的校as 我想 指定可以か 1914 锻炼 我们鼓励 非常棒 gleich谢谢 雨花 较大火 谢谢 与其一起 与其他 有些你要 估计 就是 多各 我们正在这一年幻灯的幻灯的食谈 我们在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是在一起的 为我们再来的 能够这一年 我们 Goodbye 我们再来的 我们先接近 我们希望我们 们看我们 fürBall вес 我们500位 跟實在企業,做某個社會, 我們要訪拍攝說, 我們希望我們可以進行一些 不會看這裏, 會長得怎麼說, 只想要想到我們社會的 我們社會的外國人 幹事, 再見 我們也會聽聽說, 今天我們會聽聽聽, 在這場合, 代表риз出来上天兵 山洛琉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